一身素雅洋裝 首題大紅包包 長庚醫院最新董事長揭曉 王航慶跟夫人李寶珠的三女兒 王瑞惠當選 是總裁推薦我做董事長 我想他也是念在說 我在長庚醫院已經做了那麼多年 也是有一點點基礎 還有有一點點 一些醫療上面的一個管理上面的經驗 所以今天總裁他非常的推薦我 一直強調有總裁王文淵的支持 王瑞惠堪稱長庚醫院史上最年輕的女董座 可以發現家族看來從爭議中取得共識 一改上週的嚴肅氛圍 董事長改選會議不到10分鐘就結束 新董事名單王養慶家族拿下兩席 王養在家族也新增王文淵一席 台作四保中林建南 吳家昭 洪福院也都入列 專業醫師團隊則維持六人不變 兩位創辦人我家父跟叔叔他當作醫院 是希望把他做成一個可以為大眾服務的醫院 就整個的醫療各方面能夠是一個國際上面 水準能夠跟國際能夠競爭的一個醫院 王瑞惠女成母志這回接管台作金庫長長庚大全 全身王家全面進入二代接班 51歲的王瑞惠其實相當低調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系 1996年進入長根體系磨練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他是經營高手 當然會要求說我們大家要努力做 因為畢竟他推薦我們就不能讓他漏氣 要不然他做總裁的判斷就會有問題 那我也跟著幫他丟臉了 那根本不行啊 董事長改選不見三年李寶珠出席 似乎不想模糊焦點 後王永慶時代隨著王瑞惠上位 兩大家族相互制衡 誰也不想退讓 東森台信新聞陳和平連任綜合報導